完成定名檢驗及修緝後 所發生的問題 就是這樣, 我看了一些資料 就看到強制驗樓計劃 就要委任註冊檢驗人員 強制驗槍計劃 就要找任合資格的人士 如果驗了什麼要整理 就要找註冊的承建商負責修緝 那你是哪一種? 我只可以告訴你, 你找對人了 我做公司有很多驗樓驗槍 劉鶴威, 我再問你一次 你是合資格人士嗎? 是, 我的公司是註冊一般建築成建商 這間公司是你的 你一定要親自去驗槍 是公司獲授權簽署人 就一定要親自去 其實就是我 你最好搞清楚, 犯法的 是, 要花很多錢的 好錢 即是呢, 如果將來你的公司倒閉 被人清盤或解散 差過你大吉利是 即是說大吉利是如補 那你作為公司的代表 你仍然需要為你親自檢查過的窗戶 負上這個法律責任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知道就行了, 現在先小人後君子 現在我家的窗戶被你驗完, 弄完 將來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窗戶飛跌到街上, 扔傷人 誰負責? 比你大吉利是 其實如果檢驗和修緝之後 發生安全問題 屋宇署會按照相關法例 跟進每一宗個案 深入調查原因 包括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 以及註冊成見商等 有沒有跟相關規定和指引 進行檢驗及修緝 還有看看業主有沒有不當使用和保養 聽著 任何註冊檢驗人員或任何合資格人士 沒有親自進行定名檢驗 要罰錢的 多虧過你大吉利是 任何註冊檢驗人員 或任何合資格人士 沒有妥善監督工程 要罰錢的 多虧過你大吉利是 任何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 註冊一般建築成見商 或註冊小型工程成見商 沒有確保他們負責監督修緝的樓宇 或者窗戶已經達至安全 會罰錢和坐牢的 多虧過你大吉利是 任何並非註冊檢驗人員 或合資格人士的人 沒有合理辯解而核證 對建築物或建築物窗戶的檢驗 核證或監督修緝 會罰錢和坐牢的 罪行持續的每一天 可再另外罰錢的 劉河威 劉河威在哪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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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 我們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